我一開始其實知道自己要演藝術的時候 我會有點擔心 我一開始其實知道自己要演藝術的時候 我會有點擔心是因為醫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職業 看了劇本以後我就發現 沒什麼時間救人 大部分時間都在談戀愛這樣 所以我就放心了 哈哈哈哈 一定很多人想問說 欸啦怎麼樣什麼感覺 就是你們想要的那種感覺 一開始真的是蠻緊張的 但他 他就是很 姊姊嘛 他經驗比較 帶著我這樣子 有點害羞欸 因為他就在旁邊而已 那當然演感情戲 他會有點害羞啦 所以 呃 我會希望我能夠多跟他聊天 而且我有跟他講過說 我覺得 你就把我當成你的兄弟就好了 他也會跟我溝通非常多 然後讓我放鬆 然後去 進入到這個角色 很相信 相信我 我很喜歡這個人這樣子 第一顆鏡頭 是我們兩個要從走廊的遠端 這樣走過來 結果那一顆拍完的時候 導演就把我們兩個叫過去 他說 你們兩個的步伐 可以不要像替震步一樣嗎 一 二 一 我真的 一 二 很不容易啊 因為真的太害羞了 真的 我好像 欸 蠻強的欸 為什麼我又會替歐了 我不要換個角色嗎 我幫你換角色 Soul子在訪問的時候 他說 他覺得跟小樂不太像 可是我覺得 他根本就跟小樂很像 就是他那種很調皮啊 他就是有那個赤子之心的那一種 太可愛了 不管你要戴 我不戴 為什麼不能戴 就是只要帥 年輕人就這樣 太多 愛 瀰漫在空氣之中 跟蕙蕙在棒球場談戀愛那場 也是 哇 你們要去看 才知道 不要嫉妒啊 哇